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业内人看不下去了。 直言热巴是单身,三月份会有很多活动安排。 最近,女星迪丽热巴因为怀孕仪式闹得是满城风雨,网上各种说辞,包括疑似她的运度照也曝光,加上去年底热巴不走红毯不参加跨年春晚等活动,很多次出行也是穿着宽松,于是虎就引发了她隐婚怀孕的消息。 而此次跟热巴传绯闻的依旧是男星黄景瑜,更有消息称他们俩在一起四年了,是真爱,发布该信息的网友也被巴曾是幸福触手可及的工作人员。 那在这个节骨点发这样意味深长的文字,指向性就太明显了,如果是假的,那么蹭热度的目的也是太明显了。 此前迪丽热巴工作室与黄景瑜工作室也都先后发布严重声明,否认一切网上不实的指控,热巴团队更是列举了多条之前维权的结果,对于那些之前对热巴发布过侮辱性言论的账号给予实质性的处罚,黄景瑜团队更是再三强调,对待这次造谣声势的,绝不姑息。 只是网友如今对于工作室声明都不太相信,因为前车之鉴很多,前脚刚回应后脚就塌房的例子不在少数,热巴跟黄景瑜本人自始至终都未发声,网友纷纷评价二位,直接大放点否认不好吗? 说单身两个字就这么烫嘴吗? 目前的局势就是双方工作室的声明对于大众的说服力都不强,所以舆论依旧下不去,网友们就是不等到迪丽热巴亲口辟谣就不会死心的那种,吃瓜的好奇心太强了。 那同样,也因为这件事让不少人联想到之前的赵丽颖,明明怀孕了也是全程在否认,保不齐热巴也会这样。 真真假假难以分辨,狗姿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,而热巴本人又不就根本问题直面回应,态度模棱两可,只能演变成让网友们在网上无休止的揣测。 在热巴被网爆多日后,终于也有业内人士为其发声,对方表示看不下去了,之前跟热巴本人合作过,本人真的很漂亮很温柔,团队和他都很避嫌,近期网上传的一切都是假的不能再假的消息。 这次站出来为热巴发声也是觉得近期的造谣太离谱了,该网友直言自己也算是热巴的粉丝,但也跟热巴有过工作上的合作,他真的是单身。 该网友还晒出了自己跟好友的聊天记录,对话中对方也表示前一段时间才刚刚和热巴合作完拍摄,赞他工作敬业认真,说他本人真的很瘦很瘦,热巴的工作人员也告诉他热巴是单身,而且还透露热巴马上就要进组拍摄了,并且三月份还有很多的活动安排。 知情人爆料热巴对于这样的传闻他本人毫不在意,也就是在侧面说明热巴型的正做的端,其实去年年底就有人造谣他怀孕,之后热巴出席某内衣品牌活动,也是直接用行动证明,穿着贴身的秋衣出镜,能看得出他身材纤细,毫无运相可言。 而如今他再次被造谣怀孕,狗姿还称他预产期是在十月份,抑制他去年年底刚怀上,那时候不显怀,不过此次业内人士为热巴发声,说大家要是不相信的话,可以期待一下三月份的到来。 奉劝大家吃瓜先别着急,等到三月份就能看到热巴了,他到底有没有怀孕到时候就能清楚了。 网上其实也早就有营销号散播消息称热巴三月下旬会禁组拍戏,呼吁有心之人别造谣了。 迪丽热巴今年三十周岁,退一万步讲,已经是可以当妈妈的年纪了,大家可能更在意的是他会跟谁结婚,由于他人气太高,所以舆论被无限放大,结婚生孩子后难道就不能在娱乐圈发展了? 看看红了很久的八十五花们,哪一个没有当妈妈,杨幂,刘诗诗,唐嫣,baby,但并不妨碍他们该红还是红,热巴也早晚会有步入婚姻的一天,我觉得粉丝们也应该要放平心态。 既然眼下有人替热巴说话了,不论说的是真是假,就期待一下三月份,看看热巴是否能用实际行动来击破谣言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